好這個 好在那個影片區塊這邊都是影片 這裡有一個去背 去背這個人會動 我們用去背 因為他會走路 用這個人 好他會走路 好來開啟就檔 我們用這個來試看看 那 好這試就好了 好來我們看一下把這刪掉 首先我們把它拉下來 好你看喔 播的時候人會動 就這個他會動 OK我們來動態追蹤 好你點它後按工具 動態追蹤 就在那個運動攝影工坊上一個 動態追蹤 好然後你進來之後呢 一樣框框對到人臉 一開始的時候啦 要移到一開始 好 撿到了一開始的時候 框框對到人臉 然後這個動態追蹤完 他可以放圖片 所以你可以人偵測完之後 給他戴面具 戴什麼 什麼Hello Kitty的面具之類 用圖片疊上去 他就會很像是卡通人物這樣 好是可以玩變化的 好你按一下追蹤 追蹤 他就開始動 有沒有你看 他追到他的人了 所以你的特徵要明顯 知道吧 剛剛那個例子特徵不是很明顯 不好抓 然後等一下他會側臉 還是有抓到 對不對 都有抓到 然後他偵測的時候會有點慢動作 是正常的喔 然後頭再轉過來 同學問題很清楚 好整個臉都有抓到 好整個都抓完之後 來等他跑完喔 像前面是有追蹤的 後面是沒追蹤的 顏色不一樣 好完成囉 來旁邊這裡 你可以做什麼 如果你有那種可愛的卡通面具 你就把它換成面具放進來 或是換頭 很像那種行動具有沒有 換頭調 然後我現在是要馬賽克 我就fx 然後馬賽克還有聚光燈的功能 就是看你要哪一種 馬賽克還是聚光燈 然後我希望馬賽克的框 就在這個框框中 整個 好你可以調整大小 要不要隨便你 播放 搞定了 他動的時候就有馬賽克 跟著他走 講得解老師意思嗎 對對對很好用 所以你就可以很輕鬆的加馬賽克 不像剛才這麼辛苦 要一段一段的加 這樣就好囉 好完成囉 來 確定 確定之後呢 您這段影片就是有馬賽克了 就這樣 所以這是動態追蹤 威導14的新功能 來 在去背影片裡頭 有這一個素材可以用 來看看 啪 對 有 可以 鞋子